手机上进行安装 你在网络上搜寻一下 APK就可以找到很多下载点 任何游戏其实网络上都有 而且最近我不是买了一个平板吗 他也附了一张 所谓的大补铁APK 里面的话呢 大概有几百个上千个 各式各样的游戏 工具程式什么什么通通有 那有些大部分都是本来可能是付费的APK 比如说你在market下载 他要付费才能使用 然后呢 可能有人真的又付费 然后再把付费结果的APK转出来 然后再分享出来 那变成说每个人都已经等同是付费了 那这个当然有点 使用起来当然 你会觉得说那这样子 这样也不是很好 不过至少就是说呢 他这个东西 让你就是使用上面更方便 可以试用 如果你觉得好 当然尽量还是要支持一下设计者 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赚不到钱 大概就不会有人想要设计了 那将来的话呢 你要签署 这个在APK档上面有一些金钥的签署 这后续有机会我们再来讲 OK 好 其他的话 那个有关于那个手机开放联盟 这几个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里面的比较重要的是 比如说手机的那个制造商 这里面有比如说几家 我们应该都知道Acer跟Acer的素质 HTC、Sansom这些 那有关于软体服务的话 像Google 那其他硬体的话 比如说像Intel 那做那个四核心 NVIDIA 它已经设计出四核心的CPU 可以注入此类的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理论性的东西 那它的优势的话呢 我想就是说呢 因为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低 比如说它作业系统不用钱 另外的话呢 它可以客制化任何的这个程式与界面 像HTC它有自己的界面 叫什么呢 叫Sense 它有个Sense的版本 那可以自己做3D的这种界面出来 那其他呢 一般使用者可以到Market 现在已经改了叫Play 已经改了 自由下载你想要安装的程式 那另外的话开发商 你也可以当成SOHO族 那如果说你是免费 你也可以挂什么 挂广告 所以会有广告的代理商 广告代理商 你也可以去申请广告 挂在你的APP里面 然后也可以因为这样赚到钱 那最后的话呢 你要怎么发布到那个所谓的 现在已经改了叫Google Play 所以这个改 你必须要支付一笔费用 这个费用的话呢 是25块美金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可能大家记一下 将来呢 如果说你已经写了APP之后 要给大家用的话 你还必须要注册 那注册的费用呢 是25块美金 大概差不多是 750块左右啦 那这个费用我已经付过了 所以我已经可以具备有 上载APP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我传上去之后的话呢 那只要你搜寻 也可以搜寻到我的东西 所以未来我会大量的 尽量找时间 把一些Sample 反正就让一让想一想 想一些简单的idea 把它传上去 那以后的话呢 上面就是一个地盘 这个地盘就是说呢 现在呢 很多人都没有在上面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站去 以后搜寻都是你的东西的话 那机会就来了 因为再怎么找 就像Google搜寻一下 都是吴老师 那自然就会找吴老师 像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那个Android证照教学 这个关键字呢 已经基本上被我垄断了 所以呢 只要他要学Android 要考证照的话 那他应该没有其他人选 所以最近我接到电话 那个花莲那个 慈忌技术学院 他们也要考证照 然后就跟我敲时间 所以可能